感謝一下的頻道會員 哈囉我是單犬將 你們會怕蟑螂嗎 台灣就熱帶嘛 蟑螂很多 也很多人怕蟑螂 不知道怕蟑螂的你們身邊有沒有這樣一位勇者 像是男朋友啊 不對我們有男朋友 我也還單身 要不我們兩個就 今天的影片要來講 我國小的時候拿蟑螂來玩 甚至預謀惡作劇 那請大家放心 等一下的故事內容 不會放什麼蟑螂照片來嚇你們 那我們就正片開始 1.蟑螂墳墓 國小的時候我們的外掃區是在地下室 地下室陰暗潮濕 聽到陰暗潮濕這關鍵字就知道 一定很多蟑螂 國小的我們很懶惰想要投機取巧 地下室的垃圾通常都是樹葉之類的 我們不想把垃圾帶回教室丟 就決定當場找一個地方堆 我們找的地方是一個半高的花圃 因為這邊建築設計是對稱的 剛好正中間那一塊被上面的外凸遮蔽 已經沒有花長在那邊很久了 剛好落葉都在那邊當堆肥 滋潤一下 不過最滋潤的還是 屬蟑螂屍體 幾乎每天都會少到 多的話會少到3到4隻 所以啊各位國小同學 都是勇者 Respect 然後那邊就越堆越高 越堆越高 我剛才說它對稱嘛 然後中間又一堆 你不覺得很像 它裡面滿的是蟑螂 所以是蟑螂的墳墓 先是我會摘幾多野花 放在那堆草堆前 然後讓整個外掃區 會達成那個共識 我這裡要蓋蟑螂的墳墓 那段時間我上課一直想著 是不是要有個共桌 然後要有什麼 擊敗區喔 不過最重要的是 還要有個牌位對吧 恩 欸我新做的 為什麼不見了 你們為什麼掃一掃都不拿去丟啊 很髒很臭欸 那個時候我說多失望有多失望 畢竟小孩子的心思有誰能懂呢 許多兒子做的荒唐刺 都有可能是夢想 但是是沒有辦法在大人的世界裡面實現的 第二個故事是關於 我小時候最討厭的安親班 我正右上角這部影片有講為什麼討厭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啊反正就先知道我討厭安親班就好了 二 蟑螂訴仇計畫 國小的時候我聯合同學們成立了一個反抗組織 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事實上就是小屁孩在玩而已 那個我自以為很有規模的組織 還有出社員手冊 而我手上持有社長手冊 社長手冊裡面就有一些我畫的精美SOP 放水燈 在A4執上寫下老師的壞畫 然後再把紙折成船放進基隆河 這沒有用的啦 你以為在基隆中原季喔 不過後來我們就針對她 怕蟑螂這個弱點來做計畫 那時候快要跨年了 新年快樂 謝謝 結果外面有個人偷拿蟑螂 第二步就是偷放蟑螂嘛 你們剛才有沒有在猜這是什麼高明的計畫啊 沒有這就一個低能的下人計畫而已 不過我們後面還有一個包裝過的低能下人計畫 還特別做了一張精美的活動表 首先在卡片背面畫蟑螂 然後假裝那是什麼賀年卡 把卡片放著儘速離開 這樣不是更容易起疑嗎 然後還預想結果耶 跟剛才畫一樣的 最後是我們的終極計畫留言版 上面寫到 遮住監視去帶手道 在他的抽屜裡面放小牆 哇這樣就不會被發現行蹤跟指紋了對吧 啊是電影看太多 不過那些都是計畫而已 最後並未真的對老師知心 在這邊我也要給我的學生觀眾一個觀念 如果真的討厭老師應該要提出正當理由 以及透過正當管道申訴 而同時我覺得老師學生家長 三方都應該互相體諒才對 不過我小時候是真的很討厭安親班 也無可奈何啊 第三個故事要來講一個在安親班很慘的故事 小時候我曾經有買過一個假蟑螂玩具 欸那個假蟑螂是比現在那些劣質塑膠還要真實 所以我看過做最像的 現在那些假塑膠蟑螂都很不像 尤其是那個鬚鬚居然是兩片壓在一起 而細的地方都太粗了 對啊我之前那個塑膠蟑螂 真的鬚鬚就只有一條很細 而且紋路也刻得恰到好處 我們兩個這樣形容會不會太真實 到時候嚇到觀眾 好啦好啦不要講了 我那時候就是帶我的新蟑螂玩具去安親班 那時候是暑假 然後正值吃午飯時間 如果蟑螂出現在別人的碗裡面 飯在裡面 要放誰的呢 欸你這蟑螂來喔 借我碗 丟什麼東西 吃飯時間不好吃飯 還帶玩具來啊 不管我的事了 沒收 沒收 那是我的 對當時就很衰 那是我最精緻的蟑螂之一 就被老師沒收了 不過那個老師有可能放在自己的包包和抽屜啊 然後就 謝謝老師 那基本上國小就到這邊結束了 最後這故事是五通 話說我國小非常討厭安親班老師吧 但是高中沒有 高中的時候有一個非常可愛又回來可親的老師 琪琪老師 她也非常怕蟑螂 有一次趁著下課時間 有人就不知道從哪裡弄來一隻蟑螂 沒有啦 她拿去丟了 你在想什麼 她想想不對啊 這樣也沒嚇到老師 對啊不好玩 所以她拿了一個衛生紙團 放在講桌上 嗨嗨大家 我們繼續畫囉 老師 剛才教室有蟑螂 咦好可怕 那你們弄掉了嗎 弄掉了啊 欸老師 有人有東西要給你 在桌上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你好老師 都要餓這麼具 真是不應該 你有沒有朋友害怕蟑螂呢 那就把這部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你有什麼可怕的蟑螂經驗 可以在下面留言區讓我知道 如果喜歡單權 竟然可以幫我訂閱或加入會員 有專屬貼圖 紅粉單權還可以領取每月桌布 喜歡的話可以支持一下啊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